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两天呢 其实在北部东北部 或是在石门水库有一些区域 大概有一些降雨产生 当然这样的雨来讲的话 从石门水库的水位率线上面来看的话 水位确实是有稍微缓和的一个上升 但是其实整个上升的幅度 还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这一波的这样的一个短暂的春雨 要解决我们目前所面临的 比较大的一个焊象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它应该还没有办法说 整个一个解渴的一个状况 只能说是一个不无小谷的一个状况 那至于就是说 从目前石门水库的水位率线来看的话 其实它现在已经达到它的严重下限 你说蓄水大概不到百分之二十一左右 所以呢 真正要把这个焊象 真的是要解除来讲的话 因为其实今年的焊象 整个北部 中南部 其实都非常非常明显 所以整个焊象要来解除的话 应该还是要等到这个梅雨季 那当然梅雨季的一个状况 如果我们从现在的一个情形来看的话 似乎还是有比较偏少的一个趋势 所以在这边也借着呼吁大家 就是说不要因为这几天的这样的一个下雨 大家要反而松懈了 其实在省水截水不只是政府要做 其实我们大家应该要一起努力 至于在未来短时间两个礼拜的一个预报来讲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机会 就是春雨的这个封面 有机会来到在台湾附近 带来一些降雨 只是说目前来看的话 要看这个梅雨季 春雨的一个封面 它的实际南下的位置到底是怎么样 这边还有一些变动性 不过基本上来讲的话 其实整个降雨的形态 东北部应该是这个降雨收获是最多的一个地方 所以翡翠水库这个地方 它的一个水的一个部分 其实是比较不于匮乏的 至于整个石门或是中部的明德 乃至于这个南部 中南部的水库的一个部分 其实要靠这个春雨来解渴 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那另外这边也可能 从很多资料来看的话 水库它本身原先是有蓄水的功能 那当然台湾水库 其实有不一样的一个面向 又要兼容这个防洪 跟这个灌溉的一个功能 我想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有些水库其实它建造时间也相当久远 它的一个击沙的部分 也非常非常严重 特别是在中南部 真文水库在莫拉克风灾 整个泥沙的一个预塞 已经造成整个水库大概 它的预塞量非常非常高 所以在这种先天的状况 也就是说水库的这个蓄水的功能 已经大打折扣的时候 所以未来 其实建议在这边台湾 我们水支援 怎么样把老天爷下到台湾的 这个年雨量将近 大概快到2000多的年雨量 怎么样把这些雨水做有效的这个利用 我想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 这是第一个 那另外一个当然可能大家都是比较知道 也就是说老生常谈 就是水库出来的水经过水管 水管管线的一个这个滲漏的一个部分 可能要更积极努力来这个解决这个水管 这个漏水的一个问题 因为统计的资料也显示说 可能一年的漏水可能就已经超过 一两个水库的一个这个 这个解水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两个应该是 短时间来讲的话 比较不容易达到 但是长远来讲的话 应该还是要朝这两个目标来努力 目前其实我们如果从这个十门水库 它的水位力线来看 蓄水量不到20% 20%的一个蓄容量 从每天大概要供水 大概应该是从水利署的资料 大概要200万吨左右的用水 所以以这样来推估来讲的话 确实它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水的部分 大概就不到一个月左右 非常勉强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 还是要呼吁大家 真的是要努力的省水 那至于就是说有专家提出来 就是说台湾的水库 它面临到一个所谓的死亡交叉 我想死亡交叉这个术语 如果是在经济上面 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基本上它的概念是这样 就是水库它本身有一个 除水的这个功能 但是呢 它也有一个需求的一个 用水的功能 那因为呢 我们现在用水量在增加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也由于这水库它蓄水的功能 大打折扣 所以变成就是说我们所 所这个水库所蓄的水呢 已经没有办法来满足 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用水 所以造成所谓的这种 死亡交叉的一个情形发生了 那其实这个也是因为整个一个 台湾它的一个天 这个后天的一个状况所造成了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政府部门 在努力怎么样去把这个水库的一个功能 把它能够再完全的发挥 那当然其实就是从很多的这个雨水 怎么样把这雨水的一个再利用 应该也是很重要的 至于就是说整个一个今年的旱象 旱象的一个开始的时间 其实我们在之前 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 大概有提醒 特别是在去年八月的时候 没有一个台风深沉侵袭台湾 那九月的台风呢 这个登陆的一个台风 其实它也擦边过 没有带来足够的降水 台湾的水资源最重要的一个降雨的来源 第一个就是台风 台风不来 我们又担心它来的时候 又造成灾害 不来又缺水 所以这是第一个 也就是说去年 在台风季的时候 整个一个降雨就明显偏少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来讲 就是说在去年的秋天 秋天开始的时候 整个九月十月十一月 乃至于到这个今年的冬天 到春天来讲的话 整个降雨都明显的偏少 所以种夏第二个 造成今年旱象 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形 至于就是说跟往年 发生旱象的状况来比较 比较明显的是 往年大概都是在 在这个冬天或隔一年的春天 一月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水情 烧紧的状况 但是今年的一个 旱象发生的一个时间点 它的提早大概在去年的秋天就开始 所以大概也提早至少 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 也造成其实我们今年在 水资源的管理调度上面 它的时间被压缩的非常非常紧迫 所以从整个一个限水的措施 就是一再的提早也可以看见 今年这个旱象跟往年旱象最大的不同 也就是它整个发生的时间年 比往年的旱象出现时间 大概提早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当然这几天呢 其实北部东北部的朋友 应该都感受到这种出门 非常不方便下雨的一个状况 那整个下雨呢 其实还是以这个 东北部的宜蘭书澳那边 这三天大概下了将近快300多的一个降雨 那未来一个天气呢 因为现在春天天气系统变化比较快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 在华南这个封面或是云雨带移进台湾 但是从目前的气象情之上面来看的话 主要降雨的区域 应该还是以这个北部 东北部的一个机会是最大 短期未来两个礼拜的一个趋势 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状况 在四月初的时候呢 这个春雨的一个封面 当然也会比较靠近 靠近台湾附近 那至于他后续 是不是真的可以压到 整个台湾的这个 中部以北区呢 后续还要观察他的一个 预报资讯的一个变动 好 谢谢 谢谢